年轻人太苦了 是不是啊 你理解他们吗 我太理解了 我侄子我孩子他们都是 80后 苦了 是 老板说你不干早人 老板说开就给开了 不是就说 我再给你说一时事 说北京是 这些年轻人 工作找不着 工作找不着 他连饭都解决不了 他就得啃老 你能赖着孩子吗 是不是 你不给他安慰工作 他都不啃老啃人家 他上外头偷就想去 不是社会就乱了吗 普遍 听说 我说实情啊 普遍人都反映 咱北京的这个孩子呀 相对来讲 因为他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他的压力呀 相对没有外地的这些孩子大 所以北京孩子 普遍人都认为说 北京人勤快的不多 你说这有但是 不是全部 嗯 你就跟着老人 这个老人一个人坏 他不能全老人全坏 是 是不是 你不能打击全给打击 北京人好多人 那个老人都是特别善良 特别好的 是 我跟你说 因为都说北京北京人这一块啊 就是他的相对来讲比外地努力的情况下 吃苦啊 耐性啊 我跟你说我还最能吃苦 那跟您那一代 您那代人跟我 跟90后 2000后 他肯定不一样啊 啊 尤其您下乡回来 您如果现在孩子下乡回来 您那会儿 再累 再苦 您能 您能说您 我回来了 回家 我不下了 那不行吗大爷 现在跟你说这有 容易引起别的问题了 咱们 咱们